来 我一起把这个讲掉好了 就是日媒报导 驻日的美军在恒天基地 8月份注意 8月份就发生了 这个有机孵化物的一个外泄事件 那部分的污水可能流到基地外 这个孵化物也不得了 污水哦 如果不小心饮用的话会怎样 这个会乳癌 社护腺癌 影响这个儿童的生长发育 生殖 健康等等 但问题是8月泄漏 10月3号才向日本通报 那这个部分到底是 美军刻意隐瞒 或说日本的这个政府的恐龙 通报很慢 不知道恒天基地距离东京市 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 而这个PFAS被称为 是永久性的化学物 然后事实上在去年7月 我们看到也出现这个外漏 那重点就在于 这个一个多月的隐瞒 让日本人蛮受伤的 我很纳闷 美军怎么管理这个佛化物 佛化物不是很难管理的东西 真的不是很难管理的东西 到底是出了什么意外 让它泄漏到水资源系统里面去 这个真的很令人纳闷 第一个很容易维护 第二个泄漏出去很不好收拾 三你不是说很严重 可是它长期效果真的很麻烦 这个虽然没有像戴凹西那么麻烦 可是这个东西的确 会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 比如说孕妇啦 儿童啊 特别是在这一类的 这个族群的病患身上 很容易看到它的影响力啊 很难管理啊 福化物因为在 在那个各种武器啊 还有冷冻系统啊 各方面都用得着啊 它很广泛啊 对当然两种可能 一个是美军刻意隐瞒 一个是日本政府秘而不宣 或者说它的行政系统效率非常缓慢 通报给这个当地的县市政府 然后慢慢扯扯报上去 报到现在一个队 我不知道你觉得会是哪一种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美军耽搁一段时间 然后日本政府才耽搁一段时间 等到只爆不出火啦 然后只好出来承认啦 这个应该怎么讲 像上次那个日本部 汽车解链不合格的问题 报告解链报告造假 好几家汽车公司 也是拖很久啊 然后等到那个他们的什么 运输大成换人以后 一看都不得了了 然后才再把这四人给弄出来啊 官僚系统应该都会多多少少会啦 我们先处理看看 我们先处理看看 等到我不能处理了 我就丢给郭生娘 郭生要不能处理 都给接纹级 到你手上已经遮不住了 但这个东西 这个一发不可收拾 现在清理就不知道 这个很正常 很正常 这个在危机管理 就叫低估灾难的严重程度 对啦 他真的是低估了 对啊 所以这个很正常 他不是剧毒 对所以他一开始他一定会觉得我自己处理就好 没想到严重到 门量大就严重了 他不得不跟东京都之事来通报嘛 直到已经获言人家了 对啦 这个真的是可以获言子孙的 好惨 另外一个就是柯文哲案 靖周刊 一样啊 不停的爆料啊 虽然现在不是约谈了记者吗 有效吗 你看看 靖周刊这篇细节 讲得好像他就在旁边一样 柯文哲的贴身帐房 徐止于绰号橘子疑似 在连检八月底前发动搜索 就接到了这个柯文哲指示 紧急出境 民间知情人士 谁啊 透露 这个橘子出境前 柯文哲叮咛他 要保护好身边的钱哦 上引号下引号 这通常这样用的中间就是原文嘛 好像你听到了 柯文哲的民间友人透露 橘子是以出国念书为由 飞往日本关系地区 但是你注意到 北检今天也讲话 北检的讲法还蛮持平的 怎么说呢 现阶段徐女婿证人 她的涉案角色跟情节 待厘清 请外界不要自意揣测 谁在自意揣测啊 来 委员你怎么看呢 如果北检认为 这位橘子小姐有问题 就搜索啊 为什么不搜索 他说在搜索前离开 不是 你有没有离开跟搜索没有关系啊 对 对你照常可以搜索他的住家 搜索他的工作场所啊 对不对啊 那你说他人在日本不回来 不影响你搜索啊 那你现在列为证人当然不能搜索啊 如果列为被告就可以搜索了 这很简单的程序嘛 那表示北检自己也摸不着说 这个举止代表什么角色 我稍微问了一下 那个好像这个柯文哲的其他的真正的幕僚每个都哈哈大笑 他说我们不止有橘子我们还有苹果 那我要怎么说呢 他说怎么那那个根本是无关紧要的啊 就是说他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柯文哲外面跑的时候 这个柯妈妈会准备一些什么水啊喉咙啊 那就是有他拎着啊 有他跑去柯妈妈那边拿 那回来拎着给他喝这样子而已啊 那这样子难道他喝水里面也有 也有放很多现钞是不是 我也不太懂啊 当然就是说我们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写细节 这里面的细节大家看到 当然也有讲到这个橘子啊身份了得嘛 有些背景啊柯文哲的远房亲戚啊 跟柯妈的关系啊 其他的小柯他说他在管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就写的好像就在眼前看到 我比较想问委员 当然这个东西北剑已经讲了嘛 大家不要乱揣测哦 所以是你这个近周刊乱揣测 你就去查他的银行账户啊 查他的资产啊 我想问委员的是说 在这个案子爆发到现在为止 一路走来这家媒体不断的 你觉得在带一个什么样的风向 想要干嘛 我的判断是因为现在 这个北剑查柯文哲的案子 触销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氛围来掩护嘛 可北剑一定有人放一些讯息 给这个靳周刊嘛 靳周刊就是扩大做文章 不写一点耸动听闻 我们怎么会讨论 所以北剑讲这句话来切割一下 对不对 不是我放的哦 对对对对对 他大概一个黑脸白脸 我这种北剑这种手法 已经玩太多次 玩腻了啦 玩腻了 我比较有兴趣还是 蔡英文的财产 对呀我就问你 因为委员财经专业 你怎么看待 卸任之后的财务操作 这样OK吗 也对啦 为什么 因为他在任的时候 不方便卖房土地 那他的土地是这样 在2016年 我跟邱玉就有 有公布他的这些土地 实际上的状况是 他爸爸用他的名义 在炒土地 还是真的炒土地 他买的地都不会特别的大 但是都会卡到 北人的地的中间里面去 我们叫机灵地买卖 对 所以我当时就 封了一个封号给他 叫做穿普拉达的地皮克 那时候不是有个电影 叫穿普拉达的什么东西吗 他是真的爱穿普拉达 那他当然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故意扣他帽子 因为是他爸爸 他有讲说 他是他爸爸买的 用他名义买的 有啦有些老人家 喜欢用儿女名买的 那老人家走了以后 才想叫儿女的 不用遗产税 不用正义税 大概是属于这种 观念啦 那他的名下的土地有好多笔 那有些是 是用他的 应该怎么讲 同母义父的哥哥跟嫂嫂的名义持有的 所以当时我们在公布他的时候 有闪避一个姓张的 那我们当时在信仰在讲说 要不要讲这姓张的是他的 这个同母义父的哥哥 后来我们吞回去了 我觉得这家族的事情我们都不谈 要不然有个姓张 土地卡在这里 又他卡土地卡的 圈牙交错 所以岩寿段就是在松山区那个比较靠东边的那一块土地 就像什么健康路那附近的 的地 那他就可能是卖了一块 卖了一块就有了四千多万 蔡英文有不少块 你别看不起他 不少块 不止他 还有内湖科学区的好多块 他爸爸还会做土地买卖 这是不可否认的 所以这个卸任之后就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些 这个 不然你在任的时候卖好像怪怪的